BC省刚刚经过了两轮的热浪 幸好也是有惊无险的 这个夏天下一波的热浪 不知何时才会再来到 今天我们请来了何健涛医生 跟我们讲一下如何去准备 热浪对人体最大的威胁就是 体温过高或者流失水分 令到有中暑的迹象 就算是热浪都好 其实跟地震一样可以预先准备 地震我们去准备一些应急包 热浪也有应急包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热浪的应急包 其实里面应该包括什么 是的 这个热浪的工具包 就会有几样东西的成分 但最主要大概是六件的情形 第一就是一个容器 有很多时候我们用这样的水袋 可以放一些凉的水在里面 甚至可以放一些冰在里面 这个可以保留一段的时候 第二就是很重要 一条毛巾 为什么呢 因为这条毛巾可以用冻水 帮我们冻敷我们的面 甚至可以抹手 抹脚 或者放在腋下 在那些地方替我们散热 是比较快一点的 第三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冻的容器 这个就是硬的gel pad 有些是软熟一点的 但两种都可以起码有三四个钟头的作用 这个如果敷在面或者手是有帮助的 但很重要的是要用毛巾 最重要是用毛巾包住才好敷 因为如果直接将皮肤接触的时候 可能令到你的皮肤有 美低温灼伤 是的 是给冻伤的 冻伤的 最后两个就是 一 有个饮水的瓶 因为这只瓶令到我们 因为很多时候因为热的时候 我们会散缺水的呈现 所以多喝一点的水分 水就不是正常水的 就是比如有些果汁 或者盐分在里面是很重要的 最后就是这个喷水瓶 通常可以用你比较冷的水 进入这个瓶 你测的时候在你的皮肤上面测 令你散热是比较容易快很多的 这些都是一些建议 大家去扣治这个饮水包 其实又不需要完全是 何医生给我们看的这些 但有一些都是必须的 比如水瓶 比如毛巾 这些可能是家里会经常会有的 甚至一个可能是Waterproof 可以装水的一个水袋 可能家里也会有 喷水壶也会有 但如果说到某些物品 比如你带来给我们看一个硬的冰敷 其实家里未必会有 可能要特意去药房 或者超级市场那里买 有没有一些替代品的 通常这个是主纸是有些东西可以用 比较长久的保持它的冷度的 冰很容易溶化 所以变成了水分 所以这些其实可以用其他东西去取代 但是原理就是可不可以帮你保住这个冷的情形 也会帮你敷 我记得有些朋友都说过 如果紧急的情况 家里没有冰敷的 无论是这个淫胶的 gel的情况 或者是你这种硬的情况 其实用一些 比如说急冻的蔬菜都可以顶住 是 当然 蔬菜也可以做一个帮助的 但是通常这些情形 就是保冷的程度保得比较长一些 但是蔬菜当然是可以 如果你放一些瓶在冰箱里面 也可以用一个瓶来帮助你 主要就是因为它要低温 可以帮助降低体温 但是有没有什么指标 说什么情况之下 或者室内什么温度之下 就是自己的体温在什么温度之下 才需要用上这些应急包 是的 有两个情形 一个就是体外 第二就是体内的情形 体外很多时候工具包都说 连同一个測一下室内的温度 这个很重要 这个温度计算是 没错 如果室内的温度是26度摄氏 或以上的危机就会开始 就在中暑的危机就会开始降高 但是如果到31度或以上 危机越来越高 如果一到31度 最好就不要在里面停留5分钟 10分钟 最好就是如果降不到的温度 最好在外面或者在透露 有些风的地方 或者甚至你看一下附近 有没有图书馆 商店 你可以去休息一下冷气 去令你的身体降温 说到体内 通常在中暑的情形 早期的症状就是 觉得好像有点头晕 头痛 开始出汗 或者出汗出得很重要 或者觉得越来越口渴 或者觉得周身很软的情形 在这种情形之下 是轻微的重视的症状 希望在那些症状之前 开始喝水的了 比如说头痛 颈渴 一定要喝一些水分在里面 在那种情形 体外和体内的配合是很重要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可以补充水分 或者用一些工具 来帮自己降温 有什么情况之下 是我们知道不要等了 不要用自己家里的方法来降温 是需要更加进一步的帮助 是的 如果到了中暑的症状 的中期 一定要开始想想 需不需要去医院 一就是有点糊涂 就是觉得好像忘记了做了什么 但如果到严重的情形 它甚至可以不省人士都有 第二就是中暑到中期到晚期 直接不会出汗 由开始出汗 出了很多汗 到不出汗 而体温没有降低 在那个情况之下 也是一个重要 第三就是体温越来越高 在那几个情形之下 就开始要考虑 要去急救了 最好有个朋友帮你 一起去急救更好 所以一个这样的热浪的应急包 可以帮助到缓解一定的问题 但最重要的是 大家家里最好有一个温度计 以及自己体温的测量的移气 令到知道 情况是不是太过危险 需要进一步协助 谢谢大家 在这个行政中 会计划